60年代的香港卖油地是黑社会资深的温床 一代贼王张士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 阿豪帮我把风 看见警察就喊我 阿豪美滋滋的去了 黑老大转手就给了男人一个大逼的 男人没打招呼就敢在他的地盘上包厂子 简直不想混了 嘴巴掌下去男人鼻血喷了出来 这是一个警察巡逻之词 阿豪赶紧一边通知旺哥 一边拿一杯凉茶应付警察 看阿豪如此机灵 旺哥大慌的赏给阿豪50块 可转身就被父亲拿走 父亲严厉的教育方式 让阿豪产生了逆反心理 他想混社会的心更坚定了 不仅在学校成立帮派 还经常打架姿势 这让阿豪挨得打更多了 但阿豪胆子非常大 因为被警察打过 就偷偷带人给警察下班 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社会人 阿豪穿上花盛衫 投奔到旺哥回家 旺哥哪知道 自己无意间的一句话 在多年后变成了现实 旺哥十分赏识阿豪 直接给了二百大洋 并很快给他派了个大任务 一次火拼 旺哥被人砍伤 手下更是变成了血人 旺哥把阿豪叫去 让他给对家送信 要知道这是极其危险的 说不定就回不来了 没想阿豪不仅不怕 还顺利完成了任务 头次办事 阿豪既紧张又兴奋 可回来时发现 那个重伤的人已经死了 这个优小的阿豪心理 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旺哥的话让阿豪明白 黑社会除了表面的风光外 还要随时面临生死 可他还是下定了混社会的决心 从那以后 不管是亲眼见到旺哥 拿枪把人打死 还是被警察乱枪打死 都十分淡定 但旺哥的死 给阿豪的父亲敲响了警钟 他害怕儿子走歪路 送阿豪去一家裁缝铺做学徒 很快 阿豪长大成人 结识了年幼可爱的郭金凤 和娇美娇汉的富家女林美如 就这一眼 让阿豪顿时掉进了爱河 林美如看着青春 可实际上是个小魔女 阿豪算是塞在她身上了 多少 三十四 不行 太大了 我要紧一点 暗恋的女神来到店里做戏袍 阿豪看直了眼 没想女神对她不停放电 还让她帮忙量三围 多少 三十四 不行 太大了 我要紧一点 三三五 再紧一点 再紧 再紧 穿不下了 好吧 那就这样吧 明明是普通的梁生 却让阿豪满头大汗 临走时 女神还不忘叮嘱 一定要亲自送去她家 头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让阿豪唇心荡漾 他小心地晕烫着女神的衣服 轻轻地爱抚 还抱着翩翩习武 很快到了送衣服的时间 阿豪转门起了个大早 搭上最早的动轮 来到女神居住的地方 可这里的保安 却狗眼看人低 喂 你是干什么的 马里亚杨福航的张士豪 来送衣服的 喂 是送衣服的 让他上去吗 送衣服的 让你上去 虽然过程有些不太愉快 但阿豪还是快速整理好了心情 门很快开了 女神居然一人在家 阿豪顿时有些拘警 女神招呼了两句 就拿上旗袍去屋里试了 不知有心还是无意 卧室的门竟然没关 女神的大片春光 让阿豪的心露跳了一拍 空气逐渐变得胶壮 呼吸也慢慢急促起来 你快点帮我系扣子 我扣不上 阿豪稳定心神 去系扣子 可女神勾人的眼神 让他无从下手 常忍着心动 阿豪终于把扣子系好 裁剪得体的旗袍 把女神的腰身勾勒得更好看了 可还没等欣赏 阿豪就被赶了出去 这忽冷忽热的态度 让阿豪有些怅然若失 这可能就是恋爱的感觉吧 金凤又来找阿豪玩了 可阿豪根本顾不上他 没两句就把人哄走了 师父看不惯了 阿豪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心里只有女神一人 为了拍截寂寞 他来到舞厅消遣时光 没想到女神就在这 还主动要求跟他跳舞 这可把他没坏了 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阿豪不禁怀疑 这是不是在做梦 可温热的呼吸 和柔软的触感告诉他 这是真的 为了追到女神 阿豪天天去校门口 当保镖 又出当导游 带着女神逛夜市 看黑道的生活 女神非常开心 两人的发展十分迅速 注意下让阿豪决定 一定要下血本 把女神搞到手 为了筹备约会资金 阿豪找大哥成 借了高绿带 可下了血本的约会 并没有想象出的 那么美好 因为阿豪不会一文 不懂戏餐礼仪 让女神十分嫌弃 甚至送的宝石项链 都没能提起兴趣 就在阿豪一位没戏唱的时候 女神又主动发出了邀请 混混从酒店的床上醒来 他摸了摸旁边 女神怎么不见了 柔柔 看半天没见人 男人便坐起来 回味昨晚的场景 男人此刻还不知道 自己其实只是人家的一个玩物 阿豪忍不住去跟朋友追寻 然后又打扮一番 专门去接女友放学 没想女友看了他一眼 钻进了富二代的车里 这是什么情况 阿豪想不明白了 昨晚还潺潺绵绵 你又弄我弄 怎么今天就翻脸不认人了 难不成是自己没表现好 阿豪带着疑问 守在女神家门口 直到晚上 看女神被富二代送回来 阿豪无比痛惊 他想要一个答复 结果女神的话 狠狠戳进了他的心脏 我跟谁在一起要你管 那我算什么 那天晚上算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都跟我睡了 还怎么回事 那又怎么样 我有说你是我男朋友吗 你嫌我没有钱 我发誓 我会玩命去赚钱 我会成为一个大富豪的 你怎么还没听懂呢 你给我听清楚了 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跟Simon只是玩玩 跟你也是玩玩 大家彼此留一个美好的回忆 谁也不欠谁的 No harm feeling OK 女神的话彻底颠覆了阿豪的认知 本以为只有男人玩女人 没想女人也会耍男人 珍贵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 幸好有兄弟索陪 兄弟劝他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女人遍地都是 但阿豪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几瓶皮地有下肚 阿豪晃晃悠悠的来到女神楼下 干什么的 找谁啊 哥 你这个狗奴才 你离我远一点 小心我今天凑死你 看着阿豪这样 一向看蝶下菜的保安 也不敢再阻拦 等阿豪进电梯后 才赶紧拨通报警电话 此时的阿豪面黑如铁 又切换回了混车会的样子 兄弟怕出事 赶紧怕楼梯追赶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出来 我今天有话跟你说 你要再不出来 我就把你家门提拉了 林美如此时非常后悔 为什么当初要招人一个混混 他想出去解决 被他妈拦了下来 这时警察已经赶到了家里 兄弟连忙把阿豪拉走 阿豪一听 那女人还报了警 更生气了 小树林里 青年男女打得火热 一旁的混混看不下去了 看豪哥打扰人家过气息 兄弟赶紧过来炫 结果豪哥越来越兴奋 眼睛男害怕被打 就把兜里的钱全部掏了出来 没想还被嫌弃了 就这么点钱 你也敢出来谈恋爱 是是是 都几点了还不回家 明天不用上课了 我们都已经毕业了 豪哥教训完眼睛男 又听见女孩在那哭 便把头凑了过去 哎呀你怎么长这么丑啊 你怎么长这么丑的女朋友啊 这半夜三更的 还带出来吓唬人啊 回头换一个 懂不懂啊 看豪哥这么损女友 眼睛男也气得哭了起来 豪哥一看更来气了 找男朋友 要找一个能够保护你的 这种男人没出息 知道不知道 骂完两人 豪哥终于性满意足 他失恋了 别人也别想好过 嘴成这样 豪哥不敢回家 只能来师傅的裁缝铺 睡了一晚 没想给师傅带来了祸端 傅下女害怕 他再去纠缠 花钱叫人把他打了一顿 你要再敢去缠着人家千金小姐 当心被人咽了 不仅如此 裁缝铺也被砸了个稀巴烂 阿豪的酒完全醒了 可他却无能为力 只能像条狗一样 趴在地上任人宰割 他甚至不敢报警 等师傅来了才处理 面对警察的问话 也是一声不吭 师傅叫他 他才敢去说话 但刚一报名字 就因为私闯傅家小姐的家 被带走了 这下原告变成了被告 阿豪被父母保释了出来 可以看出 父亲已经对他完全失望 就因为一个女人 变成了这副鬼样子 还是妈妈好 给他做了一碗热乎乎的猪脚面 阿豪送鱼吃上了饭 但刚塞进嘴 门外就传来吵闹声 黄东又要涨租了 阿豪想帮忙摆平 母亲让他不要搭理 好好吃饭 可刺耳的声音 还是传进了耳朵 阿豪顿时没了食欲 他来到师傅的铺子帮忙 那会打手勾狠的 店里东西没一个性命 连师傅那把祖传的两尺都断了 师傅没有怪他 劝他不要为了女人伤心 阿豪愧就急了 他暗假决心 一定有出人头地 但接下来的几件事 让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他最好的兄弟阿辉 因为吸毒死了 先前为了追女人 借他高利贷遇到期了 各种压力一起袭来 阿豪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是世纪大汉匪的第一次犯罪 为了能还上高利贷 他盯上了一个开饭店的老头 胖子负责放风 他和另一个兄弟负责抢钱 老头车子一进巷子 他们立刻把人嚎道在地 可好巧不巧 一名警察正好巡逻至此 胖子立马跑过来通知 阿豪正要逃走 腿却被老头咬住了 老头也是力气大 抓住裤腿就不放 警察听见动静 立马赶了过来 阿豪没办法 只能把铁棒不停地 往老头身上招呼 为避免被一锅端 兄弟三人分头跑路 钱在阿豪身上 他玩了命的头 忽然撞在一个女人身上 是师妹金凤 阿豪脑子一转 把钱塞进了金凤书包 让今晚在庙街见面 金凤喜欢阿豪 就帮其引开了警察 第一次行动十分顺利 不仅抢了两万块钱 还没被人看清长相 阿豪立马去找金凤拿钱 可这忙不是白帮的 金凤要求阿豪 陪自己看一场电影 阿豪还以为是什么呢 双快的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 阿豪赶紧连本带息 把钱给大哥送了过去 大哥成一眼 就看出了钱的来历 因为那老头的店 就在他的地盘上 大哥成笑里藏刀 言语警告阿豪 小族过河 你说是不是找死啊 阿豪赶紧满脸陪笑 可他真能就这么甘心吗 刚一转身 阿豪立马告诉兄弟 他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帮派 有自己的地盘 不能让这帮老东西 在他们头上拉屎 还了一万二的高利贷 他们还剩下八千 这是他们第一次 捡到这么多钱 胖子和阿豪激动万分 阿豪却提不起兴趣 他想起了死去的阿豪 于是决定把自己那份 送给阿豪家人 这份意志 让胖子和阿豪 对他更加忠心 可要征服香港 这么小打小闹可不够 必须要干票大的 阿豪在这大战荒兔 却忘了影院门口 还有一个苦苦等待自己的女孩 金凤从白天等到晚上 直到影院关门 才失望离去 为了打响帮派第一炮 阿豪准备拿大科城 手下老人胖荣驾刀 在旁人看来 这是个太过大难的想法 但阿豪却觉得非常合适 胖荣混得太久 早已对外界没了防备心 也就是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所以才适合开刀 至于大科城 只要按时上贡 相信不会有什么困难 所有男人带着小弟 一早来别人地盘砸场子 但他打算先礼后兵 先来谈个合作 好家伙 这是合作吗 这不摆明了 把人家当怨大头吗 荣哥怎么可能同意 看大哥受辱 小弟们抄起凳子就要干家 豪哥将其拦了下来 荣哥以为阿豪这是怕了自己 其实人家这是在忍辱负重 说了先礼后兵 就是先礼后兵 阿豪继续给荣哥说好话 结果又被无情推开 好嘛 给你面子你不要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阿豪此时还是个小喽喽 对方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 他们正好可以利用对方轻敌这点 这天荣哥照常在场子转悠 突然有一人浑身是血跑了进来 有人砸场子 再一看 豪哥已经带领小弟拿着西瓜刀冲了进来 贱人就看 缝柱子就砸 其实好比瘟神 这一战直接让阿豪出了名 荣哥也把事回报给了大哥成 大哥成瞪大了双眼 昔日小卒竟如此嚣张 看来不给点教训是不行了 不然以后还怎么在这混 要说姜还是老的了 大哥成一不动刀二不动枪 直接去了阿豪家 但啥也没做 只给老两口说了儿子干的好事 这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但要知道 阿豪的软肋救着他的父母 一直盼望着他成财 这下可好 阿豪爸爸一听 心脏病都要气饭了 阿豪知道这事后 心止不住的狂跳 虽然父母没背怎样 但这也算个警告 毕竟父母就在人家眼皮子底下 随时都可能受到威胁 看来要迈出征服香港的第二步 就必须降服 大哥成这个拦路 这些马仔有多嚣张 敢往张士豪脸上扇巴掌 豪哥顿时鼻血之流 可被打完又黑黑直笑 好像在故意逃打 马仔把昏倒的豪哥 拖到大哥成跟前 你小子真不是人养的 被打成这样你还笑得出来 豪哥当然不是脑子坏掉了 他是在给未来泼路 想拿下胖蓉的厂子 先得找大哥成杀料 如果你把他的厂子给我 不出仨人 我每月教你几十万 我从小就看你不是个好东西 现在看来啊 你还真是个天生干坏事的料 胖蓉的事 你自己想办法排平 这话一出 豪哥知道 事已经成了一半 接下来就看 怎么解决胖蓉 现在有三条路摆在他们眼前 上策 把胖蓉约出来好好谈 如果其主动退出 每个月给他一笔养老金 但这显然不太现实 中策 天天去胖蓉那闹场子 搞得他没法营业 但这样变数太多 所以就只剩下策了 方法就是 杀了他 杀人的胆量 豪哥有 但他并不方便出面 毕竟还得估计大哥成面子 于是他想起一个人 当然不是他了 豪哥想到的人 是胖蓉的二把手 泰国牛 这货人如其名 身材壮如牛 每天最大的爱好 就是来夜店跳舞 夜店是阿有女友开的 这给办事提供了很大便捷 两个小妹妹 你一杯我一杯 轮流夹击 把老牛搞得晕头转向 老牛还是更喜欢 小妹妹的味道 没一会儿就被勾到屋里去了 还没等啃两下 被人一把抓起 泰国牛 你这杂种 我妹妹才十五岁 你都敢上 你有没有人性啊 还没等反应过来 老牛就被打了一顿 还要被扔进搅拌机 做鱼丸 他这会儿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被仙人跳了 但能有啥办法 只能同意豪哥的要求 张士豪带着兄弟 互相认识 没想坏了事 这个跟恶狼似的 一个劲盯着人家女友看 短暂的一下触碰 让阿浩心里暗爽 这位是我兄弟阿浩 浩哥 阿浩忘不掉大嫂的歉语 专门在门口等阿里下班 还要送阿里回家 阿里都一一接受 路上两人聊得火热 阿里吐槽男友的不好 说阿又有了她 还经常在外面鬼混 阿浩大手一捞 我要是有了你 绝不会捧其他的女人 你要干嘛 我要 你敢 我可是你兄弟的女人 看女人小瞧自己 阿浩直接凑了上去 女人喜叫躲开 这招一句还迎 让阿浩有些招架不住 眼看女人要上楼 阿浩再次出手 你想干嘛 阿又在路上 嗯 行了 要懂得适可而止 说是这么说 可两人还是难舍难分 阿浩爽完 美滋滋地离开 突然听见里面爆发争吵 再细听 还有阿丽被家暴的声音 阿浩心疼极了 趁着阿又不在家 阿浩来找阿丽 看着美人楚楚可怜的样子 阿浩忧心疼又激动 为了让家人忘记伤痛 阿浩狠狠疼爱了一把阿丽 我要杀了她 阿浩刚走 阿又就回来了 又是喝得烂醉 阿丽吓坏了 你走开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阿丽又被打了一顿 这让阿浩更想限定 一定要把阿丽抢过来 豪哥还不知道后院起火 正忙着招呼客人 这九楼是豪哥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迎来的 一边是父亲葬礼 一边是事业危机 豪哥当劲了一段 不动声色地暗杀了两个老家伙 豪容刮脸时 被泰国牛一刀封喉 颠伦六鸟时 被阿勋阿又两位大将乱刀砍死 为了给道上大哥们一个交代 豪哥派阿勋阿又 拔泰国牛做了 解决完外部问题 就该解决内部问题了 开业当天 两兄弟为了阿丽打了起来 豪哥看俩人开业当天搞内讧 气得两个大嘴巴就耍了出去 可大半天也没整明白发生了什么 直到阿又被抓包 豪哥的确很恨这个女人 但他知道 如果把女人做了 那俩兄弟都会恨他 于是他想了个办法 让女人自己跳 跳吧 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阿浩 我要阿浩 被选中的阿浩固然开心 但阿又就难受了 他觉得头上的草更旺盛了 豪哥连忙阿为兄弟 女人就是这么回事 该来的就来 该去的就去 强流一点意思都没有 好女人多的是 再找一个吗 刚说完两人又剑把怒章 豪哥吓没跳 没想着阿又看开了 事情解决完 豪哥就准备专心搞钱 他盯上了家金铺 准备来个黄金大钱案 为了减少风险 他让阿勋去内地 找了一群大圈子 这样就算查 也不会查到他头上 大圈仔里有个小哥 叫杨菊光 这小子可不得了 虽然个子不高 但打起架来 一个钉两 别人把厕所占了 还推他 他二话不说 上去干架 没一会儿 就比把他高的三个人 全打趴下了 简直是真人版的 平头二哥 强筋破的日子很快到了 阿勋提醒给大圈仔们 备好家伙 第一次摸箱的杨菊光 上去就挑了个AK4G 你小子想死啊 不知道枪口不扔对人啊 这次的抢劫 由阿勋带队 除了转移失恋的痛苦外 顺带监督他们 豪哥是真的勤俭持家 连抢劫的交通工具 都是当天现抢的 大家用丝袜蒙头 给枪上堂 准备一会儿大干一场 经验的人不知道 还在开心的旋转项链 一会儿这些可就全程 豪哥的战柜打不开 盼匪直接把玻璃砸碎 黄金翡翠 珠宝钻石 大把大把的往麻袋装 这时一警察发现了他们 杨菊光一点都慌 端起AK 警察被吓得缩在墙后 其他人终于拿够 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如所美女店员坐人 快 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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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匪成功撤退 等车开到一半 把女店员和司机扔了下去 取材不上误人性命 这是豪哥立下的畏惧 到了安全地带 阿佑过来接应 几人深入密林 挖了坑把枪埋了 然后又换一辆新车 这大买卖算是齐活 初次办事的杨菊光 显得异常兴奋 阿佑觉得这小子有前途 说不定将来就是 威震九龙的大哥大 小弟们把样品 拿给豪哥鉴赏 豪哥笑得何不拢嘴 这批珠宝一出手 猴哥就能净赚四百万 阿勋提醒 得赶紧把那帮大圈仔打他走 免得夜长梦多 猴哥把任务交给了他 前往桌上一人 大圈人疯了一样 杨菊光更是激动万分 从小到大 他第一次捡这么多钱 他想拉着阿勋再干一票 阿勋被他逗笑 不得不说 阿勋嘴巴是真会说 一番说辞 不仅让大圈仔们 心甘情愿卖命 还能落下好 腾叔也收到了腾声 正睡得想呢 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来 本来还睡意朦胧的腾叔 一听内容立马惊醒 什么 有这种事 抢进步的事震惊了全香港 黑道白道都在议论这件事 而是坐拥着豪哥 却在给美女过生日 而就是这个生日 成了日后矛盾的导火索 豪哥亲自给兄弟女友过生日 有人偏偏要砸场子 有什么话作解再说 没找你来是好意还不明白 豪哥没叫阿勇 是怕俩兄弟又为了女人打起来 但阿勇觉得豪哥一碗水没端平 开始阴阳怪气 兄弟于手足 女人如衣裤 兄弟愿意捡我一件穿旧的恶衣烂裤 我感激还来不及呢 我怎么可能尴尬呀 如果你们俩有了孩子 一定要好好地把他生下来 阿勇光跟我拿孩子 就拿了三四次 身体已经不行了 可不能再拿了 还没等说完 女人一被酒泼上去 阿浩也忍不住爆发 两人再次打了起来 豪哥看两人又为了女人动手 直接发飙了 阿勇心里极其不平衡 但豪哥觉得不管怎样 也不能为了一个女人兄弟分离 直接一个肥梯过去 阿勇终于没再闹了 醉得不省人事 豪不容易醒了 想起阿力的事又北奋交加 这口气他是怎么也咽不下去 于是出卖了豪哥 他把抢金铺的事告诉了大哥成 大哥成立马打电话试探豪哥 豪哥觉得不对劲 这趟活有没有给警方留下什么线索 豪哥 这你放心 绝对没有 啊有心虚了 幸好豪哥没怀疑自己 但大哥成按捺不住 他再次找到豪哥 直接把详细计划说了出来 这摆明了是在威胁 豪哥只当做没听见 现场这个月的共惊 大哥成不乐意了 看豪哥提了心不给 大哥成还是不放心 坚持要分红 这个月你省得正好过生日 到时候你给封一个大红包过来 行吗 豪哥直接惊呆了 这老东西怎么这么不要脸 但生气之余更多的是后怕 大哥成怎么能知道那么多的气节 肯定被人出卖了 能是谁呢 阿浩从小跟着自己 肯定不是 阿勋一直在眼前 没离开过视线 那几个大圈仔 更是不可能认识成哥 所以只能是阿勇 豪哥气急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赶紧找到杨继光的 千万别让他们落到警察手里 真的是怕杀来杀 杨继光这小子为了赚钱 偷偷留在了香港 还回到了之前藏身的小屋 他不知道 警方已经在周围布下埋伏 幸好杨继光吸领 看见地上餐盒被人冻过 赶紧拉阿兵出去躲 可还是碰上了警察 双方发生激战 阿兵手脚慢被警察击毙 杨继光胆大心细 成功溜了出去 抢了个摩托跑了 但警察已经盯上了豪哥 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张氏豪是正正紧紧的生意人 我在这里正正紧紧的谈生意 你要是在骚扰我 当心我告你妨碍自由 豪哥表面上淡定 狮子内心很着急 但他马上想好了计划 先把钱转到老母亲账上 然后拿家伙去干条叛徒 有件事情先跟你聊一下 你先把衣服穿上 我们出去慢慢聊 豪哥的眼中透出杀性 让阿又有了预感 趁着两人不背 阿又推开他们夺门而去 豪哥拔出枪奋起之坠 要说这香港同胞就是不一样 胆子都特别大 权围在门口吃挂 知道把豪哥整害羞了 人虽然跑了 但豪哥立马猜到 那叛徒十五八九会去找前女友 于是提醒阿浩注意 千万不能让阿丽知道 阿浩立马准备家伙 为了引诱猎武上钩 阿浩专门强调 自己要明天上午才能回来 果然不一会儿猎武就进来了 看着阿又可怜的样子 阿丽动了侧影之心 帮忙找了件衣服 还给了些钱 阿又更舍不得了 他想跟阿丽最后一次告别 阿丽 你出卖豪哥 搞得我们都混不下去了 现在还敢跑到我家 玩我的女人 阿浩你误会了 不是那么回事 闭嘴你误会一遍去 你跟阿丽的事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算 现在算的是你出卖豪哥的事 豪哥你别冲动 放了阿又吧 我们已经够对不起他的了 你放屁 我跟你拼了 阿又平静全力 和阿浩扭打在一起 想把枪夺过来 阿丽看两个心爱的男人打架 赶忙过去阻止 没想枪走 两个大男人也没心情打了 阿又惊疼的抱着阿丽 阿浩愣在原地 他觉得都是阿丽的错 再加上背叛豪哥的事 阿浩一枪干掉了阿丽 这时警察赶到这里 亲爱的女人一死 自己又被抓 阿浩举击枪 了断了自己 不要 一晚上三个人接连丧命 大哥臣就是第四个 老头睡得正香 一把枪顶住他的头 承叔 蛋糕好吃吗 你要干什么你 香港的警察 都用眼睛盯着我 我冒着生命危险 半夜三更闯到你家 你想顶着你的脑门 你说我要干什么 承叔直接吓尿 看来张士豪已经知道 自己给警察搞密的事 于是赶紧求饶 让豪哥不要太冲动 我冲动吗 我一点都不冲动 我想用枪在你的脑门上 打个大洞 这事我想了很久了 不要 你说像你这种 不仁不义的东西 你还能在香港混血去吗 大好 我 你不就喜欢钱 每年在这个日子 我都会给你送几箱纸钱 说完豪哥就要动手 没想刚拉下保险栓 大哥成心脏病犯了 这操作把豪哥都看蒙了 心想我还没动手呢 这话咋就这样了 大哥成挣扎着摸向旁边的药 可还没摸到 颤抖的手就把药碰地上了 药丸散落一地 大哥成喝条咸鱼一样 在地上抽出两下就去了西天 好吗 连子弹都省了 这光景 反而让豪哥感到一些心酸 虽然没杀人 但警察已经盯上了豪哥 香港是带不下去了 于是他逃到了陕西西安 一待就是几年 直到遇到这个女人 改变了他的下半生 豪哥准备去看兵马俑 突然觉得眼前的女人有些眼熟 这不就是小时候 总找他的小姑娘 郭金凤吗 他相遇固知 豪哥显得十分兴奋 金凤认出来是豪哥 也特别激动 这可是他从小的梦中情难 为了豪哥 他到现在还没结婚 金凤直接取消了旅行计划 拉着豪哥去了乾陵 他一直都想站在武则天头顶上 几天相处下来 两人郎有情 却有意 迅速结成了情侣 又是一年过去 金凤已经住进了豪哥家 但豪哥还是过得浑浑噩噩 老母不高兴了 先两人一直不结婚 嫌金凤管不住男人 金凤怒了 其实豪哥这样 也是怕连累家人 加上被当年的事 磨平了锐气 他不敢再出山了 我这种人是个贼 是个地体流氓 我什么都不会做 我只会抢劫和杀人 打架砍人 豪哥本以为 讲完会吓到金凤 没想金凤越停越激动 其实你可以抢护卫车 我在护卫公司工作 有的是那些 只要你有这个答案 一抢一个准 豪哥惊了 喝着这女人的野心 比我还大 要休息了 豪哥想来个睡前运动 金凤不同意 他不想让伯伯说闲话 从现在开始 你知道我们结婚前 你不许碰我 豪哥蹦不住了 这强度上膛了 几天后 金凤带着豪哥 去了闺蜜的婚礼 没想这个婚礼 成了豪哥的起爆季 我告诉你 我现在没有心情 听他们什么狗屁浪漫爱情故事 我现在就想搞钱 光羡慕人就有什么用 我们要自己行动起来 要变得比他们更有钱 金凤要的就是这句话 他做梦都想让豪哥 东山再起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金凤公司 要运输的一辆 装满老里式的车 夫妻俩兵分两路 一个负责招兵买马 一个负责收集资料 豪哥找的是 和胜帮的原班人马 一个就是阿勋 几年没见 阿勋已经当起了奶爸 一听要干大事 激动的娃都快扔了 真的豪哥 第二个是老河 虽说老河原来是胖龙的手下 但办事能力还是很强短 拥人不疑 宜人不用 豪哥选择相信他 最后一个是小马 小马现在在一家少额店打工 豪哥这一众兄弟里 就属小马没本事 贪吃贪财好色 更别提 当时还卷了帮你的钱跑了 但豪哥念在俩人从小玩到大 不但没责怪 反而还给了笔钱 那是这笔钱 先去租个公屋子 剩下的给孩子交学费 豪哥这边准备的差不多了 就查金凤的资料 金凤十分机灵 装作给经理送咖啡 然后不小心破在经理身上 对不起对不起 我来帮你弄好吧 不用不用不用 趁着经理不在 金凤凭着技艺迅速找到钥匙 并且捣膜 这下好了 什么都没得喝了 不怕呀 我这还有一杯 等晚上人都走了 金凤偷偷潜入经理办公室 盗取运输劳力士车辆的相关资料 一回到家 豪哥迫不及待地问金凤 金凤想逗赌他 哪有那么容易啊 你搞什么吗 这件事我已经告诉了 我所有的兄弟 他们正在为这件事做准备的 你是不是耍我吗 看豪哥真的急了 金凤才笑嘻嘻拿出资料 押送时间 车辆型号 行车路线警卫人数 包括火力配置 全在里面了 你怎么嫌我 两人开始研究 应该在哪动手 虽然押送车辆的路线 都是繁华路段 但终点的货运站 却没杀人 于是决定在那动手 豪哥立马跟兄弟同步 这次行动非同小可 他们必须亲自出买 而且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金凤担心的睡不着 他求了个平安符给猴哥 阿峰 你真好 好了 赶快睡吧 明天是个大日子 这辆价值千万的货车 里面装了几袋的老理事 劫匪已经盯上了他们 喂 车让开 别出事 出事我打死你 别动 猴哥闯入驾驶室 控制住司机 让把车安全开出去 司机听话照做 保安们看货车这么快回来 起了疑心 司机吓傻了 猴哥等人狠狠受了一口气 看门的保安也算减了条命 一到空地 猴哥他们立刻把警卫扔下去 随即开始转移货物 他们的时间只有五分钟 五分钟一过 护卫公司就会报警 很快 东西转移完毕 猴哥打开一个纸箱 拿出一袋子劳力士 货不能在手上久留 老何已经联系好买准 直接去泰国出车 护卫公司乱做了一团 负责押用劳力士的主管被停职 使作用者郭金凤 却十分淡定 警方立刻对现场进行取证 他要去金凤他们公司查看 金凤赶警察来之前 赶紧将资料放回原位 然后请假和猴哥去了澳门 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猴哥夫妻俩是一个劲的赢贤 但金凤的麻烦来了 去公司调查的 是之前一直追捕猴哥的警察 关子恩 关子恩一听 金凤的男友叫猴哥 立马警觉起来 幸好金凤足够沦信 几句话就把关子恩夜了回去 为一决后患 金凤还主动测了职 但他还是十分担心 没讲猴哥一点不怕 接着猴哥又说了个好消息 他盯上了一个 一亿七千万的大案子 捷运超车 消息是小马他们弄来的 为了得到消息 小马还花了六十万 那一车劳力士名表 一共采卖了一千多万 这票如果干成 那以后就迟传不愁了 可金凤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们这次的行动取消 一亿七千万的打结计划 说取消就取消 小弟们瞬间不乐意了 你未免顾虑太多了 我抢金铺的时候 警察来了几车 又怎么样 全部缩着头夺子弹 小弟觉得大哥太怂 他可不想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就招呼其他人跟自己干 大哥瞬间坐不住了 竟敢当面挖墙角 严令大家谁都不许去 你虽然不是我们和胜帮的人 但是这单生意是和胜帮挑的头 豪哥警告杨吉光 万一出了事 陶哥不会给擦屁股 豪哥是为了杨吉光好 可杨吉光却觉得 这是在看不起他 叫上人就去了 他们在运超车的必经之路 设下路障 等车一停 立马举枪过去 司机拿见过这阵仗 直接被吓爬在地 杨吉光见叫门不成 便把他车销不顺 所终于被撬开 等待他们的却是全副武装的废虎队 正常歹徒看见这 就放弃抵抗了 可杨吉光是谁啊 他可是AK小王子 连发一开 冲着警察就是一顿扫射 但别人可没这痕迹 没一会儿就被击毙 杨吉光忽略无缘 立刻下火反滚 将水渠当战壕做掩护 子弹很快用完了 杨吉光立刻寻找 其他逃跑路线 与此同时 刑侦组已经赶到了这里 双方随即展开 极其激烈的交火 杨吉光寡不敌众受了伤 他无视流血的手 使劲往外跑 可怎么也使不上心 好不容易爬上去了 警华却在上面等他 一技飞踹 杨吉光腾空倒地 这就是不听大哥言 吃亏在眼前 张世豪看见新闻 有些后怕 庆幸当初听了老婆的话没去 果然被抓的就是他 他决定以后 什么都听老婆的 老婆给他分析 警方既然能射圈套 那说明情报没啥问题 那批美钞也是真的 杨吉光去抢了一次 警方肯定以为已经完事了 绝对想不到 会有人再次动手 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机 迅速出击 搞到那批美钞啊 就如同探囊群 张世豪双眼放光 他再次结合兄弟 商量结美钞的事 兄弟们一听也十分兴奋 这次要搞票大的了 是什么让这帮劫匪如此嚣张 就在刚刚 他们抢了足足一亿七千万 确认完消息 伪徒们开始行动 胖子卯足了劲踩油门 一到地方 他们立刻肥文下车 先快速控制门位 然后放自己车进去 老何看他们成功 立即往指定地点赶 这是运钞车 刚刚抵达码头 准备把钱往台湾地区运 猴哥一点不耽搁 直接把车开到了云钞车前 兄弟 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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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哥这次带领的 堪称和胜帮四大肥蛇 手脚都非常麻利 可没想猴哥自己犯了跟头 不小心被一个保安 揭开了面罩 这也被他以后惹了个大麻烦 猴哥快速挣脱控制 一枪打死那个保安 兄弟们不知道 猴哥被看见脸的事 就只用枪托把人砸晕过去 钱横快搬完 猴哥用最快速度撤离现场 然后去约定地点找老河 看着满满几袋子钱 大家乐得何不拢损 猴哥 这下我们给吃穿不玩了 我打牌 不怕没有钱了 你这个打失恋牌 你不怕没有钱了 快走 老河让大家不要逗留 赶紧烧回车辆 离开这里 猴哥突然拿出几袋钱 全力抛上天 算是孝敬土地公的 警方知道这事大发雷霆 先这一车牢里是名表被截 这次又是美京 刑警队长关子恩觉得 这应该是一伙人干的 毕竟作案手法十分想象 但他却拿不出证据 于是去找杨继光问线索 你想运超车的情报 谁提供给你的 伊小姐 伊小姐 他叫什么名字 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尔士 看这小子嘴里没去正经的 关子恩也是头疼 但其实 他已经有了怀疑对象 我再问你 张史豪你认不认识 我认识 那外面怎么有风声说 你是他的马前卒 因为他提供假情报给你 才落入我们警察的圈套 放你个屁 最后这句的确是真的 杨继光自从出道以来 一直想跟豪哥五五开 但他十分讲义气 绝不会出卖道上兄弟 这次的案子 直接震惊了国内外 金凤看到新闻 人不如小出生了 老太太还不知道 这起大案子 就是他儿子和儿媳合伙做的 正说着 豪哥提着一袋子钱回来了 男人把抢来的钱 成堆成堆的往女友怀里散 女友曾答应他 只要有钱结婚 就可以提前远房 小婚一夜后 两人换了套装备 直接标往奥文 这一出就是大抽 果然不是自己的 花起来就是不心疼 豪哥灰金如土 看得旁人羡慕万分 更可气的是 豪哥不仅出手大方 运气更是出奇的好 玩啥赢啥 简直欧皇附帝 但他不知道 此时他已经暴露了 经理已经认出了被劫的美金 联系了警察 出手豪爽 加上运气爆棚 豪哥成了今天的主角 警察也盯上了他 但警察不敢随意行动 因为还没有证据 豪哥爽完了开车回家 到楼下时 他拿出进行准备的婚件 向女友求婚 能够东山再起 金凤占了很大一方面因素 他觉得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全是金凤的功劳 两人没注意到 就在他们选礼服的时候 警察也一直在暗中跟随 因为婚礼拖了很久 豪哥准备给金凤 办个极其奢侈的世纪婚礼 金凤果断拒绝了 你又不是传王包与刚 更不是李嘉诚 我们现在把婚礼办得这么不孤照 只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尤其是警方 所以啊 我觉得还是把婚礼 办得普普通的就好 不得不说 金凤真的是个极其聪明的女人 其实她也想有个 风风光光 一生难忘的婚礼 但她知道一点 想要赚大钱 就必须舍弃小丽 我真正所需要的 是应用我们两个人的智慧 虽然是简单办 但豪哥还是非常用心 豪华的车队 高顿了礼服 这在那个年代 也是极其奢侈的 看到儿子终于成婚 老太太笑开了花 就在大家热闹庆祝的时候 一对警察闯进了这里 张士豪 你涉嫌抢劫 这是检察官签署的逮捕令 把人带走 因为抢了一期减万 张士豪在结婚当天 被警察抓走 眼看就要面临18年的有期徒刑 老婆帮他请来了 全香港最牛逼的律师 这是50万订金 你先收下 从现在开始 我们的雇佣关系正式生效 律师叮嘱张士豪 明天法庭上不要随便说话 一切行动停的安排 为了让胜算最大化 陈律师让郭金凤 带上他们年幼的儿子 和80岁的老母会同 这样可以拨得陪审团的同学 接着用强大的气场 和缜密的逻辑 准确抓住了警方 证局上的漏洞 通过反复研究发现 张士豪的抢劫时间 和警方下发通知的时间 足足差了30小时 而这30个小时的巨大时间差 正好会供他发挥 陈律师的小时如黄 让张士豪自己都差点信了 难道我真的是无辜的 现场更是一片哗然 对方律师疯狂抗议 但这只是王律师的第一步 下一步 让对方证人变成我方证人 陈律师问黄水贵 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做嫌犯描绘 突如其来的问题 让黄水贵来不及做反应 面对陈律师的不断逼问 黄水贵说出了不过脑子的话 因为一开始我想不起来 这回答直接让在场的人汗言 陈律师又问 是否想得起来陪他指认的警官 黄水贵颤颤颤颤的 直向了后面坐着的关子恩 看着大家的目光奇刷刷的投篮 关子恩简直想找个地方转进去 现在的主动权 已经被陈律师完全掌握 看他是如何指出 致命一击的 你能大略地给我们描述一下 你指认的过程吗 他们给我看十个人 我真是觉得 其中有几个有点像 几个人 四五个人吗 里头包括张士豪先生吗 包括 后来呢 黄先生 请你立即回答我的问题 关警官还问我 张士豪是不是在这四五个人里面 还问我 张士豪是比较像的 还是比较不像的 话刚说完 现场乱成一团 这话就表明了 警察在指认嫌犯的时候 明显的有引导行为 经过法官和陪审团的讨论 张士豪最后因为证据不足 被当警释放 张士豪激动极了 一出来就联系兄弟 但他可不打算就此收手 他现在只想专心搞钱 你想保票 张士豪准备把杨吉光弄出来 为了找到德里干将 张士豪给预理的杨吉光传纸条 准备来个理应外合 杨吉光挟持人质 很快脱离了警方控制 人员有了 接下来该商量怎么绑架富豪 张士豪让杨吉光回内地 找一些不怕死的亡命图 杨吉光惦记起了分红 杨吉光自然是不甘心 但也没辙 谁让资源都在人家手里 而张士豪找到杨吉光 则看中了三点原因 第一 他救了杨吉光的命 杨吉光大概率不会出卖他 第二 杨吉光进过一次监狱 一定不想再进去第二次 所以跟警方活拼时 肯定会平静全力 第三 杨吉光是个大宣仔 就算被发现了 警察也不会查到他头上 万事俱备 就差挑选绑架对象 因为刚从狱里出来 又没绑架人经验 张士豪决定先绑个小的恋恋手 金凤提醒丈夫 不仅要找个小的 还得找个熟悉的 最好是个女的 金凤挑中的绑架对象 就是他的闺蜜 闺蜜嫁了个有钱老头 感情非常好 金凤断定不管跟老头要多少钱 老头都会给的 他调查到 闺蜜会经常去一家高档美容院做美容 于是故意过去制造偶遇 但他们夫妻的名声 已经传遍了全香港 闺蜜显得十分害怕 啊 我有事先走了啊 虽然闺蜜不说 但金凤已经从服务员那 掏到了闺蜜来店里的时间 至于赎金 本来仗是好想多勒索些 瞧个三个亿 但金凤觉得有些损 可以先定个小目标 一个亿吧 与此同时 警方派了卧底 混进了杨机关的队伍 但卧底太不小心 打电话时正好被抓到 你给谁打电话 给我是那老家的堂兄 想找机会回去走走 虽然找理由藏色了过去 但杨机关还是起了戒心 在第二次发现卧底通电话时 就找了个月黑风高的一碗 把他做了 看来卧底不是谁都能当的 威蜜又来做美容了 张诗豪立马通知大家准备行动 没一会儿女人便失去了意识 张诗豪把女人塞进后备箱 淡定的整了整头发 通知同伙撤退 他把女人交到杨机关手里 马仔们一见到女人 立马忍不住了 张诗豪知道 这录票要是碰了 就不值钱了 再三叮嘱后 摘下女人的婚戒当做证物 做完这些已经到了深夜 张诗豪悄悄回到家里 没想老婆还没睡 老婆催他快点打电话要钱 不然被警察知道就麻烦了 张诗豪一点不急 我虽然没有你学历高 但是我在监狱里头 看了不少心理学的书 如果陈戴生真像你说的 那样爱他的老婆 即使他报了警 可一旦知道他老婆在我们手上 他也会帮着掩饰 张诗豪分析的没错 老头知道老婆被绑架后 着急的快疯了 不仅通知律师取消警方寻人 还开始变卖家产 一亿一千六百八十万 马上就要到手 张诗豪和小弟掩饰不住的激动 还没等成交 那会儿恶狼们就已经忍不住了 趁着女人要毯子 杨激光带着马仔开了一把油 很快到了交易时间 张诗豪盯着陈泰生取钱 然后让他午夜十二点 再交去交易 等人一走 张诗豪立马取钱 逃之夭夭 为了躲避关口搜查 张诗豪用明币做演示 把杨激光的三千八百九十万送了过去 为避免被认出 张诗豪又把女人迷晕 带到了指定地点 可女人还是踩到了她的身份 张诗豪立马用两千一百八十万港币 买下了一栋别墅 听销售员说 梅艳芳张国荣住的还没这儿好 张诗豪住这儿可不是为了别的 要知道在这儿住的可都是超级大富豪 什么 三十个亿 世纪贼王张诗豪 准备对香港第一富豪李某某的侄子下场 大家都觉得他疯了 但豪哥自有他的道理 绑一个小财主也是吧 绑一个大富豪也是吧 越是有钱的人大 那坦子越小越不敢报警 所以我们要干就干大 兄弟们佩服的无体投地 豪哥迅速找了个人 在李家集团门口盯上 报仇七位数 然后让杨激光上内地 找几个大圈仔干活 杨激光不乐意了 他不满意每次都是三七开 上次就该五五开 是我给你面子啊 让了两成 这次总该平分了吧 杨激光个子不高 胆子可不小 豪哥终于忍不了了 你知道什么叫知识产权吗 我赚的是脑子钱傻瓜 我在种脑子当然比你赚得多 你要不愿意干随便 我可以找其他人干 知识产权这个词 对一直上过小学三年期的杨激光来说 确实很新鲜 见说不过豪哥只能做罢 他还不知道 这次他连三七开都分不了了 杨激光带人偷渡时 不小心被警方的人发现 双方随即发生交互 常在河边走 哪也不是邪 杨激光被一枪打中大腿 击退警察后 小弟立马带着杨激光射退 可杨激光不想连累兄弟 让大家先跑 可能是走了被子 杨激光躲藏时 正好躲在了一个女警旁边 出来也怪 这女警是个菜鸟新手 胆子非常小 还不小心被杨激光发现 杨激光端鞋AK 就是一顿输出 可子弹没一个打中 反而是女警闭着眼睛乱打 把杨激光打中了 更邪门的是 女警明明是正面开枪 可子弹却像长了眼睛 天天击中了杨激光的脊椎骨 猴哥正在睡觉 忽然被一阵电话吵醒 直到这时候 就再也没睡着 除了担心杨激光外 他还担心自己会被供出去 老婆军事给出了个主意 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是放弃计划 要么是提前动手 猴哥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 果断选择了提前动手 杨激光总算被抢救过来了 但因为中处神经受伤 一辈子都要瘫痪在床 看着秘密行动的杨激光 关子恩总觉得要有大事发生 李家公子正在去往上班的路上 忽然冲出一会儿劫匪 幸好玻璃是防弹的 可谁成想 下一秒劫匪拿出了一股炸弹 这是香港史无前例的绑架答案 肉票价值30亿 他是首富李家的大公子 你把耳朵救掉了 你知道这耳朵值多少钱吗 好几百万呢 张世豪的绑架计划十分顺利 就在这时 被抓住的杨激光醒了 警察立马过去询问 可杨激光一字当头咬死不说 李富豪得知此事 立刻让人封锁消息 除了怕绑匪撕票外 还不想让家属外扬 这时张世豪打了电话 李富豪不愧是白手起家 见过大风大浪的 言语间丝毫不慌 淡定地问张世豪想要多少钱 没想张世豪直接要上家里来 听到孩子声音 李富豪更担心了 这边警方已经发现了李公子的车 开始对现场进行勘察 司机看见了立马赶过来 李富豪吩咐过 这件事谁也不能说 司机咬死是出了车祸 可香港媒体还是嗅到了八卦的味道 一股脑涌了过来 把这些记者都给我赶走 因为车体没有车祸的痕迹 车顶还发现了火药成分 关世豪觉得这事一定不简单 为一防万一 判长还打电话到李富豪家里确认 李富豪害怕露馅 直接让管家打发了 关世豪更觉得不对劲 时间到了 张世豪准备出发去前 为保证安全 他还在身上绑了炸弹 阿勋吓了一跳 很快张世豪来到了李富豪家 一向嚣张的张世豪 见到香港首富竟然疯了 李富豪告诉张世豪 如果是三十个亿 就算同时在香港几十家银行 连续取上三天 也不可能取到这么多现金 张世豪也没有这个耐心 开支票就更不现实了 张世豪懵了 之前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 这样吧 我想办法在明天天黑之前 弄到六亿的现金给你 保证全部都是不联好的旧钞 你看怎么样啊 三十亿一下缩水到六亿 真不愧是生意人啊 张世豪本不想同意 可现实情况加上李富豪的气场 让他不得不妥协 但还想最后挣扎一下 这数字听起来有点太大毛 我觉得不舒服 你这样吧 六亿三千八百万 那好 明天你来取钱 那等一下 虽说一架少了五分之四 但六个一的现金 张世豪一个人也拿不完 于是他想了个办法 他留在这看着 让兄弟一拨一拨来拿钱 李富豪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你随便 我家里你卷多 很方便 你就在这儿的 不许乱跑 人刚一走 张世豪立马把炸弹关掉 这老头子的气场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第一次来富豪家 张世豪忍不住到处参观 最后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钱终于到手 张世豪得知消息后 准备离开 他本想给李富豪打声招呼 随着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 叫林先生出来 我要走了 林先生不在 他让你自己从后门走 这边请 张世豪拿到钱后 十分开心 走路都飘了 他回到小房里 抱着李公子就是一顿猛情 张世豪立马把老婆叫回家 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床上是用美金对称的金字塔 这次绑架 一共勒损了六亿三千八百万 张世豪独占四亿多 金凤开心的说不出话 这时老太太敲门进来 两人赶紧用被子把钱盖上 大佬就是不一样 随便一扔就是几何亿 怎么了 巨哥 最后一把了 看对面加大了筹码 豪哥已紧紧跟上 他想着自己胜选在握 没讲人家才刚刚开始 我彭家居 什么都没有 钱有的是 发牌啊 傻了 美女贺官吓了一跳 赶紧给俩人发牌 豪哥拿到的是一个K和一个尖 彭家居是两张老K 两人就差一点 豪哥有些慌 现在得看后面的排数 可能是运气不行 彭家居又输了 不好意思啊 豪哥笑得很大声 让彭家居十分火大 豪哥也掉好就收 给完小费就准备走 没想被大佬缠上了 怎么了 不玩了 你都没有钱了 还玩什么呀 拿一地一筹码来 豪家伙 果真是财大气粗啊 看彭家居这一次 不应不准备放人了 豪哥你也捏脖子 温柱心神 一个亿的筹码来了 彭家居告诉豪哥 今天就赌这最后一把 怎么 舒服你了 不敢的 我张氏豪赌命都不怕 我还怕赌这些塑料 发牌 赌局继续 其实豪哥心里也在打鼓 他也没啥把握 第一把牌手气有些臭 但彭家居那边也不怎么好 第二把牌 彭家居先看 他错了半天是一张气 八点 现在就看豪哥在了 豪哥压力山大 他看了看牌 偷扭到一边 彭家居以为自己赢了 谁知豪哥虚晃一枪 八叔九 经常有对不起的 徐哥 张氏豪 你厉害 有空 常来玩 豪哥赢了钱 开心的合不拢嘴 今天他足足赢了两个一 可被绑架抢劫 清松多了 他边泡澡 边给老婆炫耀 没想有人叫叫 吵了进来 彭家居输不起 派人把张氏豪抢了 张氏豪十分震惊 平常都是我绑别人 今天竟然被人绑了 下次来澳门 如果再敢这么嚣张 告诉你这条狗命 虽然绑匪没说明身份 但豪哥已经猜到了 就是彭家居刚才 这个仇故报 他就不叫张氏豪 他叫了另一个黑道大哥 我想绑架他老婆 你知道彭家居是什么样的人吗 那是一个跺跺脚 就能让澳门地区大地震的人 为了报备抢之仇 张氏豪花一百万 请人绑架了彭家居的老婆 随着人家司机无力非凡 仅靠两个人 就把他们十几个人翻杂了 彭家居收到消息后 更是李妈赶了过来 再问出谁是幕后知识之 头也不回的 把妈再干掉了 很多人都说 如果洋极光在 这场活就是喜好case 彭家居又去找了梁炳 开始梁炳昆还横守回去 没有把张氏豪供出了 但彭家居一辆身份 梁炳昆立马怂了 原来 原来你是居哥 是你绑架了我老婆 这不可能啊 这绝不可能 怎么会 就这么一个下马威 直接让梁炳吓破了打 也不敢自身坤哥了 还把张氏豪供了出来 张氏豪 只要你能把他给约出来 就没你事了 好 你这次玩的好 玩大了你 梁炳昆一脱身 立马去找了张氏豪 这态度跟在庞家居面前 简直是判若两人 但豪哥确实也坑了他 当时找他时 并没有说明那是庞家居的女人 梁炳昆转达庞家居的话 如果不去赴约 那豪哥的亲二老小就有危险 豪哥怒了 我呸 我张氏豪不是被吓大的 他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奶 这玩张氏豪睡得正香 突然有个人 往他床上扔了个东西 灯打开灯一看 竟然是个炸弹 炸药 幸好炸弹没有爆炸 这是一个电话打来 对方告诉张氏豪 刚才的只是个警告 别忘了明天和居哥的见面 这次真的把张氏豪吓到了 他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在庞家居面前 是那么的没分量 第二天金凤忍不住询问 豪哥不想让老婆担心 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阿坤嘛 下午给我约庞家居 但是 你必须要保证我的安全 很快到了约定的时间 庞家居一早坐在这里 插楼里围满了小弟 张氏豪看见这阵势 说不慌那是假的 彭家居还算客气 把小弟们都遣了出去 他要和张氏豪单独聊聊 张氏豪绑架了黑道大哥的女人 对方让他下跪 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我可一直没有得罪过你 还让你从我这儿赢走了两个一 的确赢了两个一 但是后彭家居又让人抢了回去 这也太不要脸了 张氏豪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但胳膊中就拧不过大腿 张氏豪还是低了头 在我们这条道上走的人 最重要的是懂规矩 是不是啊张先生 张氏豪不想继续受他侮辱 就问怎么办才能平事 彭家居要求 必须当面给他行三个大理 然后赔偿一亿六千八百万 好家伙 这不是明巧吗 张氏豪立马就拒绝了 这是一个电话打来 听着啊 你们谁也不许胡来 有谁要是感动张先生家的一草一木 别怪我不客气 听着这赤裸裸的威胁 张氏豪蹦不住了 不愧是黑道大哥 臭臭臭臭狠 被逼无奈之下 张氏豪拿着垫子 现场给彭家居行了三个大理 自从出道以来 张氏豪一切都太顺了 这次的事情给了他很大打击 他来到酒吧 把自己灌得烂醉 被兄弟掺回家后 都将过孩子大哭大闹 但天一亮 豪哥又买血复活 他几结兄弟们 准备再干一票大的 来弥补在澳门的损失 他把香港十几个富豪的资料 都映了出来 让美人负责两块金烧 谁好下手就绑谁 可几天下来 没一个合适的 不是移民国外 就是派保镖重兵把守 看来都怕了豪哥了 这是有一个人想起 一个姓郭的富豪回了大陆 这是香港的第二大富豪 要是绑了 少说也能勒索个几义 豪哥立马联系人手 可郭桂香这一票 并没有想象出那么容易 除了郭桂香本人 嘴硬脾气这样外 老婆也十分与众不同 接到绑架电话后 一点不慌 没说几句 就把电话挂了 郭太太十分镇定 她首先要保证 消息的真实性 先是给郭桂香 手机打电话 然后给公司打 等确定人确实失踪后 才相信张士豪的话 但是却不按套路出牌 张士豪提出的见面地点 也被对方否决了 最后选择了一个 郭太太觉得合适的时间和地点 最后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郭太太扭头就报了警 警察都蒙了 一般人不都是害怕绑匪撕票吗 见面时 警察在郭太太的身上 安装了切听器 等看清绑匪就是张士豪时 管子昂的热血 瞬间被燃烧了起来 他下定决心 这次一定要抓住张士豪 郭太太和丈夫通电话后 就根据警方提示 跟张士豪谈赎亲 张士豪没有直接说出来 而是沾了沾咖啡 在桌子上画了30个太阳 这样可以不给警方留证据 为一方万一 因为第一天没谈吐 两人又约定第二天再谈 关子昂给郭夫人派了个任务 要泼露声色的拖延时间 尽快弄清郭桂想被绑架的地方 经过一番努力 郭夫人争取到了四天时间 警方也找到一个沃底 是张士豪小时候的玩伴 开始女人并不想去 但警方赶压着上架 把女人推了出去 你还别说 女人还真就跟张士豪打上话了 并趁张士豪打电话时 听到了一些线索 好个以为是桃花运 谁这是警方派来的沃底 刚才打电话的间隙 他无意暴露了藏匿肉票的位置 就在西安的渭阳村 于是警方一边让郭太太周旋 一边让女警去大陆调查 豪哥不知道这些 还在潇洒地跟漂亮太太玩住迷藏 你是怎么进来的 想进来就进来咯 豪哥等得有些着急 他想快点拿到二十个亿 郭夫人才不会让他这么快得逞 说最多只能拿出十六个亿 还是半年之内分期付完 豪哥奔不住了 你最快能付多少钱 十亿 两人一番讨价还价 最后商量好 三天之内付清六亿元 警方这边已经开始大规模搜查 女卧底把香港这边的资料 同步给大陆警方 大陆警方走访当地居民 询问公司秘书 终于找到疑似绑架人质的屋子 但人已经转移了 警方又问村长屋子的主人 寻找一番后 终于抓到屋主人 但发现人抓错了 屋主人的身份证被盗用了 警方头疼急了 就在毫无头绪的时候 女卧底在街上看到了嫌疑车辆 正好有一个绑匪开车回家拿东西 老大纳叫一个气 小马过去看了看肉票 郭桂香正在小木板床上缩着 菲利国警身上的破棉被 这时警方已经来到了劫匪之一的魏九山家 可他们又扑了个空 现在离交赎金还剩一天时间 香港和大陆警方都十分着急 连加了几天班 女警也饿了 就去小制店买菜盒 结果正好碰见魏九山 警察立刻对魏九山进行抓捕 这小子看起来胖 跑起来就十分灵活 甩了警察几条鸡不说 还钻进了一个废旧工厂里 诺大的工厂让警察们一时间无从下手 只能分开搜寻 你说瞧不瞧 又是被女警给碰上了 开始魏九山嘴还很严 但在剩最后两个小时的时候 一听可以减刑 变着了 眼看六一竹金就要到手 肉票突然被救了出去 猴哥还不知道这事 准备出去取钱 说不知警察已经在暗中做好埋伏 只要拿到钱 立马将其抓捕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电话打来 逃出来的小弟通知豪哥翻船了 豪哥里面警惕起来 他猜测 这附近肯定有警察埋伏 然后赶紧通知其他兄弟撤退 小马此时还在陪女友逛街 得知消息后 立刻买了回广州的机票 这一单就这么草草结束了 实际上现实中 这一单也勒索了六个亿 一晃几年过去了 豪哥都没有再动手 和胜帮也是隐退的隐退 出国的出国 直到小马的婚礼 把大家聚到了一起 豪哥从来都对兄弟不薄 给小马包了好几份厚礼 老何这几年一直在捷普寨待着 豪哥想问问那边有什么生意做 这引起了豪哥的兴趣 之前几次翻船 都是因为自己没有武器 他想搞点军火 扩充自己的实力 除了枪支弹药外 豪哥还搞了八百公斤的雷广 谁知在运输的时候 不小心被香港警方得知了消息 豪哥还在美滋滋的畅想未来 没想那边就被警方给端了 警方还专门派出了皇家废户队 金凤率先得知消息 开始他还不敢相信 但确认完就立刻通知了豪哥 豪哥此时还在澳门潇洒 为防止电话被监听 金凤只能说黑话 豪哥一听气得直派闹门 立刻返回香港 金凤早早的就把行李收拾好了 还给带了二十万 只要出去避避分头 我一阵子回来就行 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两人都没想好要去哪里 最后豪哥决定去大陆多多 他不知道 就是这个决定最后害了他 一进大陆 大陆公安立刻盯上了他 张士豪还想再拼一把 他让老婆快速到车 可后路已超了 眼看情况不妙 张士豪急着逃跑 最后还是在海边被抓了 因为有上一次无罪开示的经验 张士豪并不慌张 他坚信 只要没有确凿证据 取之二小时后就会被引渡到香港 到时候陈律师一触码 啥事都没了 于是调戏起女警来 你特别像我初恋的女朋友 别生气啊 我告诉你了 我说你像我初恋的女朋友啊 那是夸你 我初恋的女朋友的脸蛋 长得可不漂亮了 身材也是一流的 你求出人还火爆呢 张士豪这次想的确实这天真 毕竟他面对了 可是大陆的公安 猴哥一被抓 金凤好像有了感应 开始不住的心慌 按道理 猴哥如果没事 应该会打个电话报平安 但一连好几天都没猴哥的消息 为了安心 金凤去找梁炳坤打探风生 但这梁炳坤除了骗钱什么都不会 他随便找了个大烟鬼 说这是情报员 为了猴哥 金凤想也没想 就把钱准备好了 可在路上又被人抢了 还弄得一身伤 等回下一看 法院的人正等着他 因为猴哥被抓 他家的资产也被冻结了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猴哥那边一开始还十分自信 把审讯组耍得团团转 可突然从北京来了个审讯专家 这专家还真不是盖的 很快就把张士豪的心理情况 分析的一清二楚 像这样有经验的罪犯 一般会有三层心理防线 首先会想方设法否认自己身份 然后是否认事案 专家一来就突破了张士豪的第一层防线 让他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接着专家又让行政队长给张士豪安排个足够孤独的环境 好尽快击溃他的第二层防线 本来张士豪信心满满 可以平安从监狱出去 可自从专家来了以后就开始慌张 警方在攻略张士豪的同时 也在审问其他人 开始老何还能坚持得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心理防线也逐渐被击溃 为了打探的好个消息 金奋不计在骗子梁炳坤这砸重心 给了租租50万 梁炳坤自己抽了45万 给线人5万 结果线人看钱太少 直接不干了 钱就这么打了水漂 梁炳坤拿到钱就开始赌满 他还欠了高利贷 为了不被追债的剁成肉酱 他和龙三联合起来 准备狠狠敲诈金奋一笔 你啊替我到张士豪的老婆那弄个 千万 信号金奋及时吃货 找了上次那个牛逼律师 虽然一小时十万 但也比装大一把狼的两笔坤墙 陈律师告诉金奋 解决财产冻结令的事很简单 但张士豪的事 他是确实使不上进 张士豪还在狱里苦苦坚持 现在他已经承受不住压力 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只要兄弟们不出卖他 他就有可能获救 可就在这时 小马被抓了 小马开始嘴也很严 但警察直接从小马怀孕的老婆下手 女警假扮小马老婆的同学 跟女人靠近乎 然后测销旁径 让女人劝小马开口 我想 只要他能够主动坦白交代 他自己的问题说清楚 法律 对他应该 能够宽大一些 小马一见怀孕的娇妻 和即将出世的孩子 信念就动摇了 小马大嘴一张 什么都招了 并且事无巨细 从小时候跟着豪哥混 到最开始的第一单抢劫 再到抢劫进铺 再到绑架案 老何看小马招了 自己干脆也招了 警察根据两个人的供词 又陆续抓了其他参与犯罪的人 这下豪哥可以说是孤立无援 随着小马老何等一众兄弟被抓 并招供 张世豪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老婆郭金凤身上 郭金凤听从陈律师的建议 趁着香港回归 特需政府刚成立 利用国外媒体带弯节奏 只要你能够把你的丈夫引渡回香港上 我就能让他第二次无罪释放 因为要让老太太出席 金凤只能如实相告 老太太这才知道 自己儿子原来是个贼王 记者招待会开始了 郭金凤和老太太声泪俱下 希望可以和上次一样 募取民众同情 我不能保证 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 但不管他再有错 我觉得他都应该回香港受审 而不应该在大陆 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很尊重大陆的警方 但我更尊重 刚刚颁布不久的香港特区的基本法 我只要我儿子赶快回来 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回刚看到一半 郭金凤就收到了一封威胁信 抬眼一看 好像是被他们绑架勒索过的闺蜜 害怕和压力一起袭来 连轴转的郭金凤终于倒下了 香港政府回应还得半个月 张诗豪只能自己在狱里努力 大陆公安也应他要求 给他找了律师 但律师都是公家的 屁用都不顶 于是张诗豪只能自己研读法律书 他坚信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一定能够找到自救的办法 可随着香港政府表态不能引渡后 张诗豪的最后一尊信力防线也崩溃了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我爸爸说的话 他说 混合社会的 搞来的钱 那都是更诡计的 张诗豪承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 经过批准 金凤和老母来见张诗豪最后一面 他本来还想和媳妇单独见面 再商量商量出去的办法 但因为金凤也参与了那些案件 所以得尽快离开大陆 金凤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既然豪哥救不出来 那就必须保住家产 他先让律师解决资产冻协令的官司 然后快速出售名下房产 幸好当时所有的资产 都在自己和老太太名下 不然现在也要被警方收去 除此之外 金凤还利用警察 解决了那伙盯上他的混混 故事最后 小马因为招的最快 只判了18年有期徒刑 张诗豪老何等主要参与人员 被判处死刑 杨继光阿勋则是终身监禁 电视剧里金凤也被抓了 但现实中 金凤卷了大额的财产去了国外 至今还在潇洒快活